天空TV 海的女儿 伊诺公主 在深海皇宫住着一个美人鱼公主 깊은 바닷속 공전에 伊诺公主가 살고 있었어요 她想去外面的世界 老祖母告诉她 伊诺公主 伊诺公主는 바깥 세상으로 나가보고 싶었지만 할머니께서는 이렇게 말씀하셨어요 美人鱼到了 15岁时 才被允许游到海面上 伊诺公主 伊诺公主 15살이 되야만 바다 위로 헤엄쳐갈 수 있도록 허락해준단다 멋진 왕자가 왕자 伊诺公主 왕자가 바다를 보러 나왔다가 왕자를 발견했어요 왕자 왕자는 공주가 그를 구해준 것에 감사했어요 인어公主 伊诺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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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에게 말하길 그는 곧 자신을 구해준 그 아가씨와 결혼할 거라고 했어요 인어公主 陳怒公主 不能告诉王子真相 他觉得 자신的心都要睡了 인어公主는 왕자에게 차마 사실을 알려줄 수 없었기에 마음이 찢어질 듯 α팠어요 晚上,小人魚公主的姐姐們浮到海面上 그날 밤, 인어公主的 언니들이 寂寞 위로 올라왔어요 她們給小人魚公主一把刀說 언니들은 인어公主에게 칼 한 자루를 주며 말했어요 你用這把刀自死王子 你就變回每人魚了 이 칼로王자를 찔러 죽인다면 넌 다시 인어로 돌아올 수 있어 如果你不這樣做 你就成為一個水泡 만약 그렇게 하지 않으면 넌 물거품이 되고 말 거야 小人魚公主來到王子的房間 可他不忍心下手 인어公主는 왕자의 방까지 들어왔지만 차마 왕자를 해칠 수가 없었어요 於是小人魚公主仍掉了到 跳入了大海 小人魚公主覺得自己的身區融化為泡沫 升上了天國 인어公主的身體 자신的身體 물거품으로 녹아 내리는 느낌을 받았고 곧 천국으로 올라갔답니다 海的女儿 海的女儿 在深海皇宫 住着一个美人魚公主 她想去外面的世界 老祖母告诉她 美人魚到了十五岁时 才被允许游到海面上 小人魚公主十五岁时 浮上了海面 小人魚公主看到了一只大船 一个英俊的王子在船上站着 小人魚公主对王子一见钟情 由于被雷电击中 大船沉没了 王子掉进了大海深处 小人魚公主救起了王子 把他放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照顾王子一整夜 当他睁开眼 小人魚公主躲藏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领导的公主来看海 发现了王子 王子感谢公主救了他 小人魚公主想变成人 海巫婆对她说 我会把你变成人 但你必须给我 你的美丽的声音 如果王子娶了别人 你将成为水泡 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喝了海巫婆 给她的药 随着突然而来的疼痛 她变成了人类 就在这时 王子来到海边 见到了小人魚公主 他将小人魚公主 带回自己的宫殿 王子很喜欢和她待在一起 一天 王子告诉小人魚公主 他将要和救她的 那位姑娘结婚了 小人魚公主 不能告诉王子真相 他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晚上 小人魚公主的姐姐们 扶到海面上 他们给小人魚公主 一把刀 说 如果你用这把刀 刺死王子 你就变回美人鱼了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将成为一个水泡 小人魚公主 来到王子的房间 可她不忍心下手 于是 小人魚公主 扔掉了刀 跳入了大海 小人魚公主 觉得自己的身躯 融化为泡沫 升上了天国 海的女儿 在深海皇宫 住着一个美人鱼公主 她想去外面的世界 老祖母告诉她 美人鱼到了15岁时 才被允许游到海面上 小人魚公主 十五岁生日时 浮上了海面 小人魚公主 看到了一只大船 一个英俊的王子 在船上站着 小人魚公主 对王子一见钟情 由于被雷电击中 大船沉没了 王子掉进了 大海深处 小人魚公主 救起了王子 把她放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照顾王子一整夜 当她睁开眼 小人魚公主 躲藏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领导的公主 来看海 发现了王子 王子感谢公主 救了她 小人魚公主 想变成人 海巫婆对她说 我会把你变成人 但你必须给我 你的美丽的声音 如果王子娶了别人 你将成为水泡 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喝了海巫婆 给她的药 随着突然而来的疼痛 她变成了人类 就在这时 王子来到海边 见到了小人魚公主 她将小人魚公主 带回自己的宫殿 王子很喜欢 和她待在一起 一天 王子告诉小人魚公主 她将要和 救她的那位姑娘 结婚了 小人魚公主 不能告诉王子真相 她觉得自己的心 都要碎了 晚上 小人魚公主的姐姐们 扶到海面上 他们给小人魚公主 一把刀 说 如果你用这把刀 刺死王子 你就变回美人鱼了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将成为一个水泡 小人魚公主 来到王子的房间 可她不忍心下手 于是 小人魚公主 扔掉了刀 跳入了大海 小人魚公主 觉得自己的身躯 融化为泡沫 升上了天国 海的女儿 在深海皇宫 住着一个美人鱼公主 她想去外面的世界 老祖母告诉她 美人鱼到了十五岁时 才被允许游到海面上 小人魚公主 小人魚公主 十五岁生日时 浮上了海面 小人魚公主 看到了一只大船 一个英俊的王子 在船上站着 小人魚公主 对王子一见钟情 由于被雷电击中 大船沉没了 王子掉进了大海深处 小人魚公主 救起了王子 把他放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照顾王子一整夜 当他睁开眼 小人魚公主躲藏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领导的公主 来看海 发现了王子 王子感谢公主救了他 小人魚公主 想变成人 海巫婆对他说 我会把你变成人 但你必须给我 你的美丽的声音 如果王子娶了别人 你将成为水泡 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喝了海巫婆 给他的药 随着突然而来的疼痛 他变成了人类 就在这时 王子来到海边 见到了小人魚公主 他将小人魚公主 带回自己的宫殿 王子很喜欢 和他待在一起 一天 王子告诉小人魚公主 他将要和救他的 那位姑娘结婚了 小人魚公主 不能告诉王子真相 他觉得自己的心 都要碎了 晚上 小人魚公主的姐姐们 浮到海面上 他们给小人魚公主 一把刀 说 如果你用这把刀 刺死王子 你就变回美人鱼了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将成为一个水泡 小人魚公主 来到王子的房间 可他不忍心下手 于是小人魚公主 扔掉了刀 跳入了大海 小人魚公主觉得 自己的身躯融化为泡沫 升上了天国 海的女儿 在深海皇宫 住着一个美人鱼公主 她想去外面的世界 老祖母告诉她 美人鱼到了十五岁时 才被允许游到海面上 小人魚公主 十五岁生日时 浮上了海面 小人魚公主 看到了一只大船 一个英俊的王子 在船上站着 小人魚公主 对王子一见钟情 由于被雷电击中 大船沉没了 王子掉进了大海深处 小人魚公主 救起了王子 把她放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照顾王子一整夜 当她睁开眼 小人魚公主 躲藏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领导的公主 来看海 发现了王子 王子感谢公主 救了她 小人魚公主 想变成人 海巫婆对她说 我会把你变成人 但你必须给我 你的美丽的声音 如果王子 如果王子娶了别人 你将成为水泡 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喝了海巫婆 给她的药 随着突然而来的疼痛 她变成了人类 就在这时 王子来到海边 见到了小人魚公主 她将小人魚公主 带回自己的宫殿 王子很喜欢 和她待在一起 一天 王子告诉小人魚公主 她将要和 救她的那位姑娘 结婚了 小人魚公主 不能告诉王子真相 她觉得 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晚上 小人魚公主的姐姐们 浮到海面上 她们给小人魚公主 一把刀 说 如果你用这把刀 刺死王子 你就变回美人鱼了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将成为一个水泡 小人魚公主 来到王子的房间 可她不忍心下手 于是 小人魚公主 扔掉了刀 跳入了大海 小人魚公主 觉得自己的身躯 融化为泡沫 升上了天国 海的女儿 在深海皇宫 住着一个美人鱼公主 她想去外面的世界 老祖母告诉她 美人鱼到了十五岁时 才被允许游到海面上 小人魚公主 十五岁生日时 浮上了海面 小人魚公主 看到了一只大船 一个英俊的王子 在船上站着 小人魚公主 对王子一见钟情 由于被雷电击中 大船沉没了 王子掉进了大海深处 小人魚公主 救起了王子 把他放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照顾王子一整夜 当他睁开眼 小人魚公主躲藏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领导的公主 来看海 发现了王子 王子感谢公主救了她 小人魚公主 想变成人 海巫婆对她说 我会把你变成人 但你必须给我 你的美丽的声音 如果王子娶了别人 你将成为水泡 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喝了海巫婆 给她的药 随着突然而来的疼痛 她变成了人类 就在这时 王子来到海边 见到了小人魚公主 她将小人魚公主 带回自己的宫殿 王子很喜欢和她待在一起 一天 王子告诉小人魚公主 她将要和救她的那位姑娘 结婚了 小人魚公主 不能告诉王子真相 她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晚上 小人魚公主的姐姐们 扶到海面上 他们给小人魚公主 一把刀 说 如果你用这把刀 刺死王子 你就变回美人鱼了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将成为一个水泡 小人魚公主 来到王子的房间 可她不忍心下手 于是 小人魚公主 扔掉了刀 跳入了大海 小人魚公主 觉得自己的身躯 融化为泡沫 升上了天国 在深海皇宫 住着一个美人鱼公主 她想去外面的世界 老祖母告诉她 美人鱼到了15岁时 才被允许游到海面上 小人魚公主 小人魚公主 看到了一支大船 一个英俊的王子 在船上站着 小人魚公主 对王子一见钟情 由于被雷电击中 大船沉没了 王子掉进了大海深处 小人魚公主 救起了王子 把他放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照顾王子一整夜 当他睁开眼 小人魚公主 躲藏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领导的公主 来看海 发现了王子 王子感谢公主 救了她 小人魚公主 想变成人 海巫婆对她说 我会把你变成人 但你必须给我 你的美丽的声音 如果王子 娶了别人 你将成为水泡 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喝了海巫婆 给她的药 随着突然而来的疼痛 她变成了人类 就在这时 王子来到海边 见到了小人魚公主 她将小人魚公主 带回自己的宫殿 王子很喜欢 和她待在一起 一天 王子告诉小人魚公主 她将要和 救她的那位姑娘 结婚了 小人魚公主 不能告诉王子真相 她觉得自己的心 都要碎了 晚上 小人魚公主的姐姐们 浮到海面上 她们给小人魚公主 一把刀 说 如果你用这把刀 刺死王子 你就变回美人鱼了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将成为一个水泡 小人魚公主 来到王子的房间 可她不忍心下手 于是 小人魚公主 扔掉了刀 跳入了大海 小人魚公主 觉得自己的身躯 融化为泡沫 升上了天国 海的女儿 在深海皇宫 住着一个美人鱼公主 她想去外面的世界 老祖母告诉她 美人鱼到了十五岁时 才被允许游到海面上 小人魚公主 十五岁生日时 浮上了海面 小人魚公主 看到了一只大船 一个英俊的王子 在船上站着 小人魚公主 对王子一见钟情 由于被雷电击中 大船沉没了 王子掉进了 大海深处 小人魚公主 救起了王子 把他放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照顾王子一整夜 当他睁开眼 小人魚公主 躲藏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领导的公主 来看海 发现了王子 王子感谢公主 救了他 小人魚公主 想变成人 海巫婆 对他说 我会把你变成人 但你必须 给我你的美丽的声音 如果王子 娶了别人 你将成为水泡 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喝了海巫婆 给他的药 随着突然而来的疼痛 他变成了人类 就在这时 王子来到海边 见到了小人魚公主 他将小人魚公主 带回自己的宫殿 王子很喜欢 和他待在一起 一天 王子告诉小人魚公主 他将要和 救他的那位姑娘 结婚了 小人魚公主 不能告诉王子真相 他觉得 自己的心 都要碎了 晚上 小人魚公主的姐姐们 浮到海面上 他们给小人魚公主 一把刀 说 如果你用这把刀 刺死王子 你就变回美人鱼了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将成为一个水泡 小人魚公主 来到王子的房间 可他不忍心下手 于是 小人魚公主 扔掉了刀 跳入了大海 小人魚公主 觉得自己的身躯 融化为泡沫 升上了天国 海的女儿 在深海皇宫 住着一个美人鱼公主 她想去外面的世界 老祖母告诉她 美人鱼到了十五岁时 才被允许游到海面上 小人魚公主 小人魚公主 十五岁生日时 浮上了海面 小人魚公主 看到了一只大船 一个英俊的王子 在船上站着 小人魚公主 对王子一见钟情 由于被雷电击中 大船沉没了 王子掉进了大海深处 小人魚公主 救起了王子 把他放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照顾王子一整夜 当他睁开眼 小人魚公主 躲藏起来 就在这时 一个领导的公主 来看海 发现了王子 王子感谢公主 救了他 小人魚公主 想变成人 海巫婆对她说 我会把你变成人 但你必须给我 你的美丽的声音 如果王子娶了别人 你将成为水泡 在沙滩上 小人魚公主 喝了海巫婆 给她的药 随着突然而来的疼痛 她变成了人类 就在这时 王子来到海边 见到了小人魚公主 他将小人魚公主 带回自己的宫殿 王子很喜欢 和她待在一起 一天 王子告诉小人魚公主 他将要和救她的那位姑娘 结婚了 小人魚公主 不能告诉王子真相 他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 晚上 小人魚公主的姐姐们 浮到海面上 他们给小人魚公主 一把刀 说 如果你用这把刀 刺死王子 你就变回美人鱼了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将成为一个水泡 小人魚公主 来到王子的房间 可她不忍心下手 于是 小人魚公主 扔掉了刀 跳入了大海 小人魚公主 觉得自己的身躯 融化为泡沫 升上了天国 好 不用担心下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